黄色的小火车 一节一节车厢载满游客 出发前往欣赏风景 这里是宜兰太平山 短午廉假第二天 许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到户外踏踏青 但没想到里面满满都是人 游客想要走登山步道 也是要到处闪避才能同行 想要拍个美照 但后面全部都是人 不止里面塞车 外面想要进来的车辆 一度回堵两公里 许多车子被堵在外面 车速几乎接近零 还有不少游览车 从早上塞到中午 车槽依旧没有减少 26号廉假第二天 宜兰太平山游客相当多 不少民众大任天 依旧戴着口罩 不敢疏忽防疫 不过看到这么多人 就算防疫做好 也没有保持社交距离 开心出游玩 却碰上大塞车 怕是旅游品质 也会大打折扣